评书快刊 民国军阀演绎 韩福举第六讲 上文书咱们说到 这韩福举派人到了烟台 花钱买这刘真年的手下 买动人心 笼络这刘真年 手下的师团长 排长营长什么的 可有一点啊 这刘真年啊 这手下个个跟刘真年都铁 霸铁这铁哥们 没有一个人投降 没有一个人叛变 这韩福举的钱啊 白花了打水漂着 韩福举啊 心疼这钱还删了骨头 刚来这心里琢磨 刘真年刘真年的 我要不把你在山东整出去 我不姓韩 可有一点他对着刘真年呢 也不敢大动干戈 民国指账干 为什么那是蒋介石的离戏不对 你把老蒋整翻了 你有好粥喝吗 是不是呀 所以呀 什么事得偷子来 最后那毛氏得出了个主意 这么办吧 干脆找一刺客 找一杀手 把他整死得了 劣劣干净 神不知鬼不觉的 这事就办了 好好主意 就五五四杀手 找来找去 找到了 真物色到了 这人呢 姓程叫程鲁南 在杀手界 也是大腕 有名了 弯转周折 通过关系 韩夫举要亲自相见 要当面嘱咐嘱咐 这程鲁南来了 韩夫举一看 这人大高个 四方眼盘子 两道浓眉爆火眼 这脸上啊 还有几个麻子 你要是全麻呀 还不好看 就关键有几个 点缀在这脸上 领不定一看 甚至不 你太多就没意思 星星点点的 黑色的串绸单纱 里边白白星 皮型板带 左边插三把飞刀 右边带作案工具 后边憋两把手去了 黑色的灯笼裤 李夫尼的便口 鞋白蜡 这人呢挺精神 梳子寸头 平板短寸 嗯 你没看香港的黑社会 嗯 那老大都平板短寸 咱这程鲁南 都平板短寸 给韩主席见礼 嗯 好 这韩夫举一见 这程鲁南呢 就有三分的喜爱 一看他挂上 带阴 呃 成英雄啊 成壮士 啊 成大侠 事情你已经明了了 这刘真年了 我是不公带天的 我跟他没完呢 如论如何 把他宰了 干净利索 我在原有的基础上 再给你添麻加价 我好舍得花钱了 你放心吧 只要你把事情办成 这个事 只要是成了 我再给你娶俩媳妇都行 汉主席你放心 我 成鲁南走了 上哪 上烟台 杀这留人人 到了一烟台 找了一旅店住去 那得打听啊 得摸着地理情况 到底怎么事 烟台的复不复杂 烟台的地面 嗯 怎么事 刘真年的左右 怎么事 前后怎么事 通过关系的调查 早晨几点上班 几点到赚 几点下班 行车路线 在什么地方 生活当中的规律 那得寻机下手 通过三天 不费是职业杀 就把这成鲁南的住所 给摸着 打听好了 一看高大的院墙 北京市的四块腕 有门岗 院里头 有六个 保镖护院的 说警卫营啊 外边这街道 有十个 穿的便衣 溜溜达达 装作长鞋子 卖报纸的 卖花子的 嗯 这些都是暗中保镖 都是军方的 名字 外圈还有民长 但是这些都能躲过去 最好的下手时间 就是凌晨一点 逐一打定 程鲁南 晚上在旅店 喝完了酒 睡了一觉 那得精神头养足 因为杀人的 正好是杀人的 正不好被杀 那玩都在三悬上 那接上头得足 吃吧干饭 睡有足的觉 半夜的齐铃 书中暗笔交代啊 这程鲁南有功夫 确实有功夫 高来高走 飞来低去 都行 说是不是像过去那武侠似的 挤杠 搜搜我个杠 那不得 咱呢 那得实际的说 一搬着墙 只要是蹦起来 用手能搭着 就能过去 现在楼甲子 俩手 扒 一抱着楼甲子 噗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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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去了 说这个是悬吧 不悬 现在咱们的消防队员们 救火里面看 上楼 都不用你晕梯 扒着楼甲子上去 咱的武警战士也能 反正他就有一种超常人的本领 要说是像桃林似的 升冤似的 像黄天霸似的 那咱几丈高 一坐脚 左脚门一爬 右脚门 腰连鼓一蹦进 汗八 冲 撑 那是悬 那是演绎 咱们这是按真事说 按史 这即便离点谱 咱也比离太远了 离太远了 那就悬了 我总是演说 成鲁南 来到了刘真年家住所的后院 躲过了暗哨 躲过了民港 到了墙下来 拿出去爬成武军所来 古代就有这玩意 但是刺客杀手也得有这个 就是一条绳子 前边带一股枪钩 他往上一声 刀着这墙头 一帅的绳子 一勾住大栋墙上 借着地 刷就涌进去 但也不能贸然停进 那得把这院里的情况看一看 得瞅清楚 你倒刷 涌进去了 蹦到院里头 里边石勒哥当兵的 正在那站着呢 你是红铁耳将 掉下根色的 那不停的挨掌吗 这成鲁男胳膊肩 搭着枪头 往下看 也真该走 底下是动静皆无啊 正好 巡逻那感受啊 走开了 就这么个时间差 成鲁男进来 刷一飘身 就落在了院中 赶成鲁男飞身行进来 他蹲到墙根底下 瞪大的眼睛 足足能了两分钟 没动地 他要把这环境 好好的看一看 这是个小后花园 不太大 还有个小梁亭 这个师姐 成鲁男就挺有脚步之声 两个人说话 到回边看看啊 这两天呢 咱们头啊 格外的告诉咱们 要加消息 嗯 这两天咱们头说 闹心 有什么事 所以啊 咱们一定要看好宅子 上后边看看 来来来来 哎 脚步之声 哎呦 成鲁男 抓一毛腰 就蹲在了假山时候 来了两个巡逻的 在这儿撂撂 看了几眼 哎 又到别地方去了 成鲁男高抬腿 慢落 不拥足千踪 往里摸 凭了多年的经验 判断 这个方向 这个刘真年能住在哪呢 他摸来摸去 书要剪 断接说 就摸到了刘真年的书房 他在后窗 这往里头一看啊 这书房是三间 有书柜 都摆了书 还一大写字台 上边有台灯 一看旁边 还有一张八仙桌 这张八仙桌上摆了糊尔 屋里都没人 看这个意思 这个主人呢 没走多远 正是好时机 我在书房等着你 他一探手 就把这后窗户拉开了 飘身行进来 再把后窗户关好 他就藏到那八仙桌底下 那八仙桌正好有一连 哎 他往里面一蹲 在这手竹带铺 枪的子弹 也在压上 大概有十个分钟 由外边就走进一个人来 大高个 这人能有四十来份的年纪 长过脸啊 穿一身便装 书中暗地交代谁呢 正是刘真年啊 这刘真年腾腾腾腾 走进来 走到写字台这 翻什么文件 哎 在这连这 他搭了个份 成鲁南看得清清楚楚 因为临来的时候 依然把刘真年的相牌 看了不下五百遍了 你别杀错人了 确认面前这个就是刘真年 机会难得呀 该下手的时候 他把这枪鸟抬起来 由这连这缝隙这 刚要扣动板击 就在这时候 外边说话 真年呐 真年在吗 在 脚步时声一响 由外边进了一老太太 说这老太太 那也耽误不了 成鲁南下手 可就这老太太的出现 成鲁南的板击 说啥就没够动 实际要换第二根进来 成鲁南的板击 已经扣住了 咔 这么一枪 先打倒你 然后转身就跑你 挡都挡不住 可这老太太出现 为什么他没扣动板击 他这汗刷就下来了 眼珠灯多大 把这链插边拽下来 把脑袋插边伸出去 面前出现的是他的母亲 谁的母亲 成鲁南的母亲 谁不认识妈呀 灯光之下看得清清楚楚 这不我娘吗 老太太转身进来 刘正年一开头 哎呀 干娘 有什么事吗 真年啊 你跟干娘说实话 鲁东到底是活了还是死了 啊 你跟我讲清楚 娘好放心 昨天晚上娘做了个梦 梦见 哎 鲁东拉住我的手 说娘啊 儿子死了 不在人世了 哎 浑身是鲜血了 我这梦中惊醒 正是半夜子的事 嗯 你说吧 我的二儿子 活着不见人 死了不见事 哎 你敢这鲁东 你的好朋友 你说啊 他没死 为什么几次三番的 我一问起来 你就推破我 另外我风言风语的 依然听到了说 鲁东不在人世 你跟他俩磕头 哎 你们兄弟处得非常好 你拿娘我就当亲生的母亲 但是真言啊 你对我胜似亲儿 你就跟我说真话 娘也不能伤太大的心 你就是我的杨老子 但是你得让娘清楚 就看刘真年鼓东就归下来 眼泪撒下来 干娘 我跟你说实话吧 哎 一晃三年了 我呀 心里也别扭 事情啊 是这么这么这么 这么的事 由头到尾 刘真年 把话一说 老太子 温庭此言 眼泪往下流 桌子底下的成鲁男 把握如常 失声痛哭 说怎么事儿 书简断结束 这个成鲁男哪 有哥哥的成鲁东 他老家住在河北宣化 哥俩一个爱好文 一个爱好武 成鲁东就喜欢这文 成鲁男就喜欢武 你还别说 常鲁东念书 非常用功 后来考入了陆军军官学校 就跟刘真年 两个人是同班同学 有共同的语言 说话也能说到一起去 哥俩处得非常好 后来 两个人在学校毕业 也没离开 刘真年 带头投靠了缝隙 现在缝隙他 干来干去 越干越明白 官也就提升了 后来又投靠了蒋介石 这官也就做到了军长 那么你敢成鲁东呢 这个学习非常用功 官场上混不下去 不明事故 说句真话 在官场上混的人呢 能混开的人呢 那个脑袋 都是特殊的脑袋 那是又一套哲学 又一套处事方法 可是成鲁东 对这套方法一点不明白 就给这刘真年 当了个机要处的处长 组管秘书工作 可偏巧在南方一站 打开刘真年写一些 全军被伤 全军覆没 在这最伟一的关头 来了这么个炮弹 卡给炮弹飞过来 成鲁东一看大事不好 在战地上 这刘真年视察的时候 这炮弹飞过来 不好 他往前一探腰 抱住刘真年 把刘真年按讲在地 自己的身体 趴在刘真年的身上 炮弹响了 刘真年活命了 成鲁东那边去了 死了 救了刘真年 成鲁东牺牲了 刘真年暴露成鲁东尸体 放生大户 哎呀 我的兄弟 这生死弟兄 为救自己 死了 后葬 刘真年呢 心里弹沫不安 兄弟是为了我呀 我们在大学里是同学 在一起非常好 当兵又在一起 给我当集谣秘书 哎 没想到 救自己而亡 家中怎么办呢 刘真年派人就到宣化 这个师姐的成鲁南不是呢 哥哥到了 士官学校去读书 成鲁南在家成天练武 练练就琢磨不行 我呀 也得去闯荡闯荡 男人要创 女人要浪 我老在家这么呆了 它也不是个事 对不对 干脆 我上外这溜达溜达 就这么的 成鲁南走了 这一头在江湖上浪迹 充当打手 保镖 最后搞不上暗杀了 这成鲁南怎么想的 我要不混出人家来 我是绝不回家 人家背后都叫我二里屋子 你说啊 我那哥哥人家干的不错 说给部队当个机要处处长 可有一点在哪个部队他不知道 这个部队什么翻号不知道 在谁的手下他不知道 要不说呢 这成鲁南是个粗人 哎 为人横讲义气 那么你敢刘真年打扮人到了喧哗 一看老人口子 俩儿子 老儿子出去闯荡江湖去了 那不用问大儿子了 但是刘真年告诉手下副官 这个噩耗千万不能告诉老头老太 这副官就没告诉 就把这情况跟刘真年反应 老两口子在家 哎呀 刘真年一想 我们好朋友的弟弟浪迹天涯 这年头兵荒马乱的 上哪找去 另外在不在世上 那都两说 我的兄弟 为了救我死的 我不能让两位老人家 扶着门矿想儿子 派了大车 就把这老头老太太 给接到了烟台 当自己的亲娘娘下来了 老太太是个名女之人 那个你跟那鲁东什么 那个交心啊 哎呀 干娘 我叫你干娘吧 您就是我亲娘 鲁东啊 我们俩磕头败把子 还是我个手下 最近呢 在外边替我视察房屋 他想妈 就站着我替他 搬着老人家歇离了 哎呀 好 哎呀 好 给老头老太太安排的跨院 又找两个丫头 又找两个丫头 伺候老太太 这老头子 在装着地里一辈子 哪嫌过这服 可是这时间一长 另外这流争年 特别是节日 最难受 什么八月十五了 啊 饭时遇到节日 你这玩意多闹心啊 得过去 过到那冬瓜 给娘 给父亲磕头 呃 那个鲁东 他咋没回来 哎呀 娘 这个 今天可是过节呀 是啊 他工作忙 最近出差了 上云南了 就这么直 一到过节 老太太就想妈儿子 每逢家节 背思心 那个父母想孩子 又想疯了 刘真年 一天天呼噜 二年多了 接近三年了 就到后来这走 可是直里包不住火呀 老太太明理之人 另外私下里 仆人也都知道这事 这风言风语啊 老太太就打听 出来点事 就明白了几分 为什么真年对我这么好啊 儿子不在了 老太太这天 实在憋不住了 来问这刘真年 刘真年一看瞒不住 跪下磕头 娘 事情是这么这么这么的 真年呐 娘 由今天开始 我就是您的亲儿子 我要堂前行笑 二老双亲要撒手西会 我要披麻爱笑顶桑家庭 好儿子真年呐 老太太就抱住了 刘真年 摩托尔人丧生痛哭 和桌子底下的成鲁男 也是嚎啕大哭 欲止详情 下讲再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